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何成为舌尖上的民间意识 农广天地走进南建 马上播出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云南不仅聚居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还有数不尽的特色物产 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方 今天请您同我们一起走进云南中西部的小城南建 尝一尝无量山乌骨鸡的美味 品一品乌龙茶的优雅兰花香 云南 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地方 有文明世界的风景和民族风情 也有优求的农业生产历史 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南建遗族自治县 从北京出发到南建 先要在昆明降落 我们的记者小好决定用转车的间隙去逛逛 走在昆明的大街道上呢 您会被这里四季如春的美景所吸引 当然作为一个爱吃的你呢 一定不会放过我旁边这些琳琅满目 各具特色的美食 前面就有一家美食店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来到一家经营云南特色菜的餐厅前 小好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善于经营的主厨李永明接待了他 李永明正用面前摞起来的坛子制作一种菜肴 浓烈的香气在厨房弥满开来 让人食指大动 李永明告诉我们 这就是云南的经典菜式气锅鸡 掀开锅盖 却没有想象中的热气扑面而来 原来秘密就在鸡汤表面那一层油 锁住了热气 至于味道如何 李永明让小好尝尝 由他自己品味了 五骨鸡肉 对对对对 看着它是黑皮 对骨头都是黑的 实在太好了这个 这个就是它外边那层黑的皮 第一个农产品就是它了 离开昆明一路向西 经过三百多公里的路程 终于踏上了南建的土地 南建除了县城 坐落在平坝子上 其余地方多数是河谷 山巒和坡地构成的山区 或是半山区 县城背后 连绵不断的大山 就是云岭余脉 无量山和哀劳山 那种让李永明推崇备制的乌骨鸡 养在哪里呢 在宝华镇的吉星 无量山乌骨鸡养殖合作社 小好见到了周国标 周国标是南建县 无量山乌骨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的 高级受益师 一年当中多数时间都在乡下 和乌骨鸡打交道 人称吉斯令 据周国标介绍 这里是南建县规模最大的 无量山乌骨鸡养殖基地 除了孵化厨鸡 养殖商品鸡 还承担着 无量山乌骨鸡保种的任务 孵化 育厨和种鸡 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养殖 为了让小好有更深的认识 他决定带小好去看看 一阵鸡鸡喳喳的叫声 把小好吸引到了御厨市 哇 这小鸡好可爱啊 这大概是几天呢 这是八天的鸡 我们现在在给它做防疫对吧 对 给它打疫苗 这是我们第二次做疫苗 做了鸡以后 它对它有保护力 放到生态养殖产养当中 来着就更能安全地度过 那个养殖期间 基地制定了一整套防疫程序 从一出生就已经开始着手防疫工作 有孵化24小时内注射的 马力克式疫苗 和随后进行的 集心肠疫和禽流感等疾病的疫苗 活泼好动的小厨鸡 在御厨社生活40天以后 就可以转移到牧场了 那里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来到了山上的牧场啊 这里的空气比山下要清晰很多 海拔也高了很多 我旁边呢 就是给五谷鸡放牧用的地方啊 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啊 为什么要在这里给五谷鸡放牧 这里又好在哪 你看有一点植被 它距离交通主干线 有一定距离 便于我们一并反抗 在南建 山区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99.3% 县城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峰 就有48座之多 这正好给无量山乌骨鸡 提供了很好的放牧场地 行着鸡叫 在一片茶树下 我们终于见到了它们 无论公鸡母鸡 统统黑脸 黑脚 公鸡体型健壮结实 浑身羽毛 以棕红为主 闪着金属光泽 十分威武 像是身披铠甲的卫兵 守护着鸡群 母鸡 体型小巧得多 羽毛褐色或麻花色 刨土找食的时候 还不忘左顾右盼 透着鸡里 为了保证品质 五股鸡要在牧场放养四到六个月 肉质才能够达到标准 出来销售 玉米能给鸡们提供足够的能量和压油酸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E 促进快速生长 青饲料是专门种植的黑麦草 五股鸡吃了能够增加粗纤维 补充维生素 增加抵抗力 无量山五股鸡野性强 对外界刺激敏感 有个风吹草动就躁动不安 容易产生应激反应 影响生长 所以在给鸡喝的水里 添加了复合维生素 增加鸡的抵抗力 起到预防的作用 光是这些还不够 周国彪他们还给鸡配了保安 您怎么会在牧场里养鹅呢 这个老鹅是防老鹰 当老鹰来的时候 它会发出声音 声音比较大 可以把老鹅吓走 就防老鹰从天上猪小鸡是吧 对 是这样吗 这个鹅听话吗 听的 听吗 来试试它 诶 它挺害怕呢 它这么害怕 怎么去防老鹰啊 它不怕老鹰啊 正说着 远处来了一群人 不是怕硬鸡吗 怎么还让这么多人过来呢 原来明天要举行技术培训 今天他们参观来了 周国彪说 要抓几只鸡 等明天培训会后聚餐用 小好提出帮忙 也趁机体会一下 无量山乌骨鸡的野性 这鸡实在是太有野性了 警惕性太高 还没靠近就跑了 不行 我得让那个周老师帮我再抓一只 周老师 周老师帮我抓一只鸡 无量山乌骨鸡跳得高跑得快 警惕性又高 要想抓住它们 可没那么容易 在周老师的帮助下呢 我顺利地抓住了一只鸡 您还别说啊 人这越长大越胆小 我现在拿着它 我比它还紧张 您看这个鸡 又大又肥啊 从这羽毛上看就非常光泽 剥开这个羽毛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里边的皮也是黑的 哇 这拿着它非常有成就感啊 第二天一大早 培训会如期召开 在会上 养殖户们掌握政策和市场新动向 学习养殖技术 像往常那样 基地都要准备午饭招待大伙 想起昨天晚上抓的鸡 想好赶紧到后厨去看看 师父您好 您好 一会咱们就开席了 你都准备了哪些好吃的呀 今天就做了一个那个 火腿木瓜鸡 就用到我们南建当地产的这个 这个木瓜鸡 然后用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木瓜干 除了鸡和酸木瓜外 还用到少量的姜跟葱 草果花椒和干花椒等调料 和肥瘦相间的火腿 锅内留底油烧热 下火腿片 炒出油脂 紧接着爆香葱姜和八角辣椒等调料 蒙火热油之下 几种配料的香味被激发出来之后 下入鸡块快速翻炒 要把这个水分炒干 然后这个表面炒得焦黄一点 炒到香味炒出来 鸡块表面微微焦黄后 空气中就开始弥漫出鸡肉的香味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浇入这个清水 紧接着再把准备好的酸木瓜干放进去 至此有紧锣密骨就转为漫调丝理 将煮沸的食材倒进砂锅 用纹火慢慢地围绕 一个小时后火腿木瓜鸡出锅了 金黄的汤汁诱人的香气 让人口水直流 段师傅先给小好盛了一碗 那我们为什么不一会儿拿出去 和大家一起品尝 待会我们要有跳菜表演 以跳舞的形式 抬着菜挑上去 这个凉了就不好喝了 你可以先尝尝 香醇酸爽 很开胃 那除了开胃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这边气候是早冷晚热 然后有个气风式的作用 然后夏天喝起来特别舒服 比较酸爽 然后比较去熟 那接下来您这只鸡是准备做什么 这个鸡是做一个捆鸡 把整只鸡窜水后 重新放在水里煮沸 之后连汤带鸡放进砂锅 开始小火慢煲 这道菜吃的就是它的原味 利用等待的时间 师傅调了一个蘸料 蒜末和辣椒末是主角 再加上鸡精 醋和香油 辣椒油 口味鲜辣酸爽 一个小时后掀开锅盖 香气扑面而来 小好一时半会儿的学不会跳菜 赶紧把木瓜鸡端给跳菜队 等着看如何跳菜 只见台菜人手举托盘 盘里放着刚出锅的菜 在乐器的伴奏下 从厨房到餐桌边舞边上菜 既说跳菜起源于盛唐 南兆 凤盛月 排菜舞 现在是民间礼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南建无量山 哀劳山一带的遗族当中 十分盛行 既有舞蹈姿势 滑稽功夫 也有杂耍动作 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 时而温柔 时而粗犯 一下子就把现场的气氛搞得热热闹闹了 实在是太震撼了 一看跳着跳着就把这个态给跳上来了 在我眼前的这盘呢 是科学放映下的巫骨鸡肉啊 吃着这样放心可口的食品 看着这样精彩的民族文化 实在是太完美了 南建与茶马古道 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茶园里为何盛开灿烂如霞的东樱花呢 这因为土壤的保水 青蒂绿叶红香边 乌龙茶制作的秘密何在 正常要四到六个小时花掉的 一片树叶是如何改变当地人生活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魏美的无量山乌骨鸡 热闹又独特的跳菜 让记者对南建农产品的兴趣越发浓厚 在南建实际上还有一个产业 这些天一直在我们的视野中频频出现 这就是南建的茶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的故乡 迄今已经有17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 现在云南省有92%的县种植茶叶 而南建县更是云南知名的产茶大县 我们来到了距南建县城40多公里的宝华镇 从这里开始它的南建茶叶探寻之旅 宝华镇上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街 虎街 是一个遗族聚居区 和茶叶有着很深的渊源 这一条就是当年茶马古道的必经之道吧 对对对 咱们这是茶马古道往西藏线的必经之路 那当年应该相当热闹 咱们这是茶马古道一站的同时 也是南建茶叶的一个集团地 南建能够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路线 是因为这里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 和悠久的茶叶种植加工历史 以及便捷的交通 在蛮书云南至馆内物产卷7中 就有 查出银生成界珠山 蒙社满蚁焦江贵合金而引之的记载 南建无量山 就属于书中描述的银生成界珠山之一 现在南建县是大理州第一产茶县 像南建县那有多少片这样的 茶园 这太多了 整个无量山寺还把1700米上的 都是分布的茶园 我们的茶园 群新的命值有11亿万亩 石关五 南建农业局的农艺师 他说 南建主要茶叶种植品种 是云南大业种 也有一部分小业种 前线有将近三万户茶农 年平均产量有3400多吨 总产值上亿远 其中重点加工企业有13家 在南建好的茶厂有很多 今天我们就约好了一家 去了解一下 小好选择这里 是听说他们对茶园的管理 有独到之处 在这家茶厂里 小好见到了来自台湾的负责人 黄文荣 他们从2000年开始 在南建种茶制茶 以生产乌龙茶为主 小好一落座 黄文荣就给他泡了一杯乌龙茶 只见杯中茶汤色金黄 喝一口 一股兰花香萦绕在舌尖 黄文荣告诉小好 这兰花香和金黄的茶汤 是乌龙茶与其他茶叶 最明显的区别 黄文荣告诉小好 制作乌龙茶最好的原料 是小叶种茶叶 为了种好茶 黄文荣他们养护土壤 格外的用心 我看了这里的土很肥啊 对啊对啊 这你看底下就是我们这次压的黄豆粉 这个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黄豆吗 对就是我们磨豆浆的黄豆 这个成本应该很高吧 对一吨要五六千块 那为什么你们要吃黄豆粉呢 这个给它的当作有机肥 黄豆在土壤中发酵后 成为很好的有机肥 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和有机质 特别是有机质中的氨基酸 被茶叶吸收 能够明显提高产量 改善茶叶品质 那这个黄豆粉的质量有没有讲究 有有有 这个要很讲究 农产也要化验 合格才能用的 小好不禁好奇 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 这么苛刻的条件呢 这个土地就带在嘴唇 要用的土地 不是我们这辈人要把它带走的 黄文荣认为 土地也是一种资源 不能一味索取 合则而鱼 想办法让它保持良好的机能 才能够走得更远 他们这种以肥养地的方法 得到了南建农业局专家的认可 在肥沃的土壤上 四周的茶树芽叶 又多又密 还很粗壮 看来 这就是这片土地 对于经营主人王文荣他们 默默而丰厚地回报了 一走进茶园 细细的朋友就会发现 这里的布局很特别 一千多亩的茶园 被分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田块 而每个田块之间 又种有树木 这些树木在整齐的茶园之间 显得尤为的特殊 这究竟有何用意呢 这个是冬天的樱花 它冬樱花 它是11月底12月初开的 黄文荣告诉小好 每年11月底12月初 樱花开放时 是这里最美的季节 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 前来观赏樱花 差不多一个多月 就能有二十几万游客呢 不断增多的游客 促使他们发展农业旅游项目 冬季赏花 春夏秋三季采茶 智茶 那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种这个东西 因为土壤的薄水 还有遮阴 还有美观 黄文荣告诉我们 遮阴是最主要的目的 一般会选择桥木 因为它们枝叶伸展面积比较大 叶层薄 遮阴面积大 在反差小 柔和的热光照射条件下 鲜叶的品质最好 古雨前后 正是采春茶的好时节 行着歌声 一幅热火朝天的采茶场面 展现在我们面前 看着茶农双手上下翻飞 采得又快又准 想好也有些跃跃欲试 那您教教我这个怎么采 像这样 然后采这样 一个鸭心 两个对鸭 就采上面这一点 这个很标准 知道了采摘标准 小好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跟您比赛一下 我们就从这开始 然后到前边差不多 三米左右 看谁采得又好又快 行不行 只试了那么一次 就敢向二十多年的老行家挑战 还真是有股 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这采茶的结果到底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看小好采的这点茶 和老行家根本就没法比 小好你只好甘拜下风了 比起采茶 实际上小好更急于了解 乌龙茶的制作工艺 黄文荣告诉小好 乌龙茶是半发酵的清茶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需要进行轻微的发酵 小好对此很好奇 他跟着黄文荣来到了发酵车间 像这一排就是正在发酵的茶叶吗 没有错 这个都是正在发酵的茶叶 这大概要发酵多久 这个在这一间正常要四到六个小时 那发酵的什么程度算是合格了呢 它发酵的程度 你看那个叶面 它有地地青叶红香边 新鲜的茶叶经过尾雕摇清后 再摊开静置 让鲜叶产生氧化反应 促进茶叶中煤的转化 让它散发出兰花的香气 随后在高温下经过沙青 再烘干定型 完成乌龙茶的加工 小好跟着黄文荣 在茶园和加工车间转了一整天 开了眼界 但是也累得够呛 赶紧到办公室喝杯茶 放松一下 这是拿的什么东西啊 这是 这个是我们在揉脸的茶 揉脸的茶啊 对 要拿过来试 拿过来检测的这个工序 是我们平常过程当中的哪一个步骤 基本上在揉脸的步骤 它每一次的干燥 中间一定要取样过来 小好感受制茶人精工细作 对每个加工环节精益求精的信念 不由感慨 一杯好茶的来之不易 就是看那个茶汤 看这个有没有淘掉 很多的茶系末淘出来 还是这个叶面有没有破碎 都是很关键的 我还闻这个香味 有没有走味掉 很香啊 是乌龙茶特有的香味 对对对 那这个就不能喝是吧 这个可以喝 我来一杯 你来试看看 好 我来试看看 太香了 带着茶叶的鱼香 我们离开了无量山 随着海拔不断降低 对此行的回味 却像是茶香那样 经久不绝 探寻南建特色农产品之旅 已尽尾声 但是南建特色农业的发展势头 却正处在如火如荼之中 一路走来 我们看到了茶农对制茶工艺的精益求精 养殖户对科学规范饲养技术的不断追求 无论是茶农还是养殖户 他们都在为规范化的生产过程而努力着 也只有科学的用心种养 才能真正地放心吃锅 好了 今天的农坊天地就是以上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或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